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家具烧 然后这个再有一份呢 就是你发现了人才以后 你就一定要给他机会 这也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做的 所以从去年的雷雨 就是等于是除了老板的那一代演员还留着 我们又排了一个新的 全新的演员阵容 大概一个多月以后就会亮相 这就是北京人艺的实行的一个新老交替的迈出的这么第一步 在三到五年内我们会有一次垮塌式退休 起码有15个20个演员队退休 这两年我们不断地给年轻人加码 不断地提携年轻人 其实这就是让观众有一个从不接受到慢慢接受到真正接受 我们要打造自己的人意的男团女团 对吧 我们要打造自己的新生力量 观众的这个结构的改变 90后甚至06后更多一些 我觉得他们对年轻人的接受度会更宽容的 达到我期待了 因为我们招了15个人 中间有一个人退学 然后是4个人 现在我们留了10个人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就是加入到剧组排练当中了 一个是吴光金歌月王剑正在演呢 然后他们还有分散到其他剧组去分别排练 那我觉得最快应该是在明年的 跟这个班的时间点应该差不多 明年下半年 因为我们你看新的剧场就在这了 4月底交工 6月份就要见观众 那我们现在是108个演员 那如果我真的是4个剧场同时开的话 我人不够用了 当然支持 必须支持 因为剧院当初也支持我呀 我也是因为在外头红了 我回了演戏 是吧 那有更多观众愿意喜欢 愿意看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不矛盾的 这是相复相成的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先完成剧院的工作 然后你再出去 对 你在外头红了 那对我来说 对我们人意来说是好事 不是坏事 每个人都去寻找自己的机会 对 但是呢 就说要把握一个 就是综艺就是综艺 你想好了 就是有可能你因为综艺会失去你的事业 你就作为一个综艺演员了 如果你想保持住你的事业 那你要慎重地去选择综艺 我说好事 我说因为社会需要 有人需要 他才有那样高的点击率 但是我在说 你是做明星 你早晚有一天会昔灭这个光芒 你是做演员 你可能由于你的实力 你会永远会绽放进这个光芒 我不排斥 只是看合适 只是看合适不合适 就是说这个戏是不是我喜欢的 因为一个好的剧本 不管对手演员是什么样的 只要他合适 其他的导演也合适 那么我就去做 上班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就是变化 然后还有就是站位不一样 剧院的发展就开始统筹了 就是不是简单地说 我只把演员队管好就可以了 包括艺术生产 包括宣传 包括影视部的一些宣传片的拍摄 我有时间一定会去交付 有好戏我也一定会去拍 因为我毕竟不能跌掉职业 只是就是说身份变了 我多想一想 多做一些 我觉得挺好的 是一种新的方式 我们这个剧院的 冤庆68周年的演出 当天晚上就500万 现在已经超过1000多万的点剧率 那这作为一个话剧来说 不可想象 它是全世界的话语 喜欢话剧的人都在看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传播 我觉得将来可能会打通很多可能性 因为我那会儿就在想 我说可以探索一种 比方说我跟上海的艺术家 跟哈尔滨的艺术家 我们不到北京聚集 我们就是在云上做排练 然后最后演出的时候 我们在云上进行一个直播 把这个画面合到一起 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一种想法 那全世界的艺术家 我们都演一台哈姆雷特 可能也是有意思的事 马上就是《无光琴歌》《游王剑》了 然后就是《雷雨》 雷雨完了以后 我们会有卡管 会有我演的玩家 然后会有杜甫 如果疫情允许的话 我们三月底 有可能出去巡回演出一次 那么我们新剧场已经安排到年底了 我们有很多新兴要排 而且是可能是探索性的 也可能是传统的 小剧场也安排的相对来说是要排 我觉得很火爆 话剧市场的火爆 它一定是观众的需求 但是我们不能随随便便降低质量 就在剧目的选择上 我们还应该更多的面向世界 就是引进一些优秀的外国戏 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 世界的戏剧发展到什么样了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在艺术形式上 我觉得真的要放开 就是百花齐放 你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诠释凝住都可以 但是意识形态一定要把持住 这个非常重要 其实